各位大家好 相信今時今日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會覺得香港的疫情是非常嚴峻的 所以小弟也聽到很多聲音都是說政府要罰寵些 再罰寵些 再罰寵些 直到那些人是真的怕而不走出來 所以其實也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其實都叫做是相當從善如流 在去年即是2020年的11月份 其實就是將定額罰款倍增 但是倍增了之後是不是還沒有人犯規呢 我們可以看到唐食金寧有吃街的餐廳違規晚市照樣座無虛席 然後當然要拘捕 然後拘捕之後是不是罰完了 人們覺得怕你又沒事 又不是 只要你有錢賺 基本上那些人就會預約到這樣去 例如最新的消息 火店負責人涉完經營晚市堂食 被捕32名食客為限聚令 又是罰錢 大家又猜一下 今次再罰完錢 再罰重些 再罰勁些 結果是不是還沒有人去犯規呢? 相信大家都會想 怎麼罰也好 僅有些人自己都會走出來 沒錯 所以小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我們自己古代的聖賢說過些什麼 其實也有說到有關法例這件事 就是在小弟很喜歡的《道德經》 即是《老子》中 第五十七章 有講到有以下這幾句 《法令之章》 《道賊多有》 即是說如果法令去到覆蓋得越多越厚 然後反而就會更加多人去犯法 而且法令越複雜 而且罰得越重 人們就會更加去挑戰 而且想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走法律 去得到他們自己想有的東西 所以其實老子很明顯就是不喜歡在法令方面擺這麼多 不是不擺 因為這件事也是需要的 但是他不喜歡擺這麼多 所以後面幾句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句的重點 所以聖人魂 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正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負 我無欲而民自婆 其實聖人就用一個什麼方法去教呢? 沒錯 是用一個教化教育的模式 去改變人的心 就不是單純依靠刑罰 其實說真的 如果刑罰重 就可以將社會管得很好的話 我們很明顯應該會見到 他罰得最多人坐牢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治安最好的地方 其實全球最多監等在哪裡? 大家應該也沒有猜錯了 對 就是了 就是美國 美國現在全球監等的數目是全球第一 就是以他4億多的人口 但是他在監獄坐牢的人的人數 4億多的人口 他有212萬的犯人 現在正在服刑的監獄 相反 相對來說 我們看看 人口比他多三倍多的中國 我們自己的祖國 現在總服刑的人數 都是170萬而已 真的都不夠美國多 如果計算人口比例只會更低 好了 美國已經是全球最喜歡抓人去坐牢的人 說罰得這麼重 如果按照一些想法就是說 罰得重就少人犯法的話 他應該是犯罪率很低 但事實上又不是 我們看到美國在哪裡? 美國就在這裡 United States在這裡 其實我們看看美國 其實他的犯罪率是47.7% 平均就是47.4% 全球平均 其實他是稍微高於平均線一點 但是如果刑罰 和罰的人數沒有他這麼多的中國 其實反而治安比美國好很多 中國整體的治安只是31.18%而已 其實遠低於全球的平均值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佐證 就是 是不是真的你的刑罰嚴格 一定可以管好人民呢? 這件事情值得大家深思一下 其實我們的心理學家們 其實一直都在研究人的心理 其實也在這個話題 在這個題目方面也有做過研究 到底是自律好還是懲罰好呢? 其實他們就是找一些最沒有被污染的人類 什麼為之最沒有被污染呢? 就是未入世的 沒錯 就是找小朋友來做 你會發覺原來是真的 就是如果是懲罰的話 只會造成一個很快見效的方法 但是長遠來說懲罰是沒有效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還是建立人的自律 所以其實這個現代心理學找到的東西 正正是跟我們古代聖賢所說的話 可以說是完全一物相成 沒錯 認可刑罰我們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教育、教法 令人自律、建立道德的標準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經常講說刑罰沒有用、刑罰沒有用 難道我叫人自律就搞得行嗎? 我不是想這麼說 因為其實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如果你真的完全靠自律的話 基本上是控制不了的 這個其實大家都明白了 小弟想舉例子就是瑞典的模式 因為瑞典很多人都知道 瑞典今次抗疫就是一個所謂佛系的抗疫 完全不強制全靠國民自律 但是這樣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真的很抱歉 就是在疫情不是爆發得很重要的時候 其實是有效的 疫情不是很重要的時間 其實我們看到疫情不是爆得很重要 零星的爆發 但是當全球疫情一起大爆發 全球的風險上升 其實他們都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下 一直都升上去 所以其實就是瑞典一個這樣的國家 已經有五十多萬宗 已經確診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自律又不行 法律又好像不行 長遠又沒有效 其實怎麼做呢? 其實人世間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這樣的 所以中國人有一句好的話 叫什麼? 雙管齊下 其實無論處理什麼事情也好 不可以單單靠一邊 你說只靠嚴刑進發行不行? 效果很短 你說完全不用刑法 反而是靠自律行不行? 不行 因為一出事的時候 就會不可收拾 其實正確的做法是兩邊都做 所以坊間經常有很多人說 應該嚴刑進發 應該嚴刑進發 小弟並不反對 但是小弟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除了在法律方面完善了之外 我們也喜歡在教化方面去配合 其實小弟知道 就好像小弟在網上 這麼霉的其實不是很多 有很多真是網紅 可以接觸到的人的數目是相當多的 我們也很希望 這麼多位網紅們 可以齊心呼籲一下 香港市民真是好好的 乖乖地和政府配合 配合政府的抗疫手段 希望在大家的抗疫 大家的配合下 可以令到疫情盡快過去 因為很老實說 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人或者團體 對全香港的抗疫需要負上責任 這個責任在我 除了是政府之外 也都在我們每個人的肩膊上 最重點是一件事 是我們到底每個人在做什麼 去配合好 一起將整件事做好 因為最終的得益 不僅只有一個得益 是全香港的人民都會得益 好了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小弟這個免費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小弟的分享 如果是喜歡這段分享的話 很希望大家做三個動作 讚好留言和把它再分享出去 希望這個信息可以接觸到多些人 也希望可以從而 真的可以換成大家對自己的責任感 而希望香港人真的可以自律一些 而令到香港的疫情盡快過去 我們期待很快我們可以回復 我們本身應該有生活上的自由和方便 好 多謝各位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首次下説